山海经中记载了一种名为城隍的异兽 又叫飞黄兽 它的形象十分独特 城隍在古代中国神话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据传 城隍是皇帝的坐骑之一 据称 城隍的身躯像狐狸 但头部却有龙一样的装饰 身上还长有脚 城隍的尾部特别长 几乎与身体等长 并且末端还有一对利爪 这种异兽的颜色为黄白色 看起来十分耀眼 据说 城隍的脊背上有两个神奇的袋子 能够装下大量的物品 甚至可以容纳一个成年人 这个神奇的袋子被称为神行囊 被视为城隍的标志之一 根据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 白民之国在龙于北 白身被发 有城隍 其壮如虎 其背上有脚 城之寿二千岁 白民国在龙于七夕之地的北边 其国人浑身雪白 披散着头发 有一种名叫城隍的寿 他的形状与胡相似 背上长着脚 人若骑在他的身上 就能活两千岁 西汉时期 在淮南紫兰 明讯记载 青龙尽驾 飞黄浮躁 意思是 龙为城旗 飞黄为马 飞黄 城隍也 出西方 行如虎 背上有脚 寿千岁 躁 立也 又在初学记记载 腾黄者 神马也 其色黄 一名城隍 一约飞黄 或作谷黄 或曰翠黄 一名紫黄 其壮如虎 背上有两脚 出白民之国 城之寿可三千岁 皇帝城之 另外 在中国的祝福文化中 常用飞黄藤达一词 来表达 官位升千块的美好愿望 其出处 来自唐寒玉符读书城南诗 三十谷歌城 乃一龙一珠 飞黄藤踏去 不能故禅除 在传说中 城隍 曾在着皇帝飞升成仙 被视为皇帝的现实和作旗 而在现代文化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